青山区从河里黄溪头11号附近的民宅每逢大雨就会淹水居民是苦不堪言 所以居民也向里长和市医员廖正良澄清 而今天市医员就邀请了市府农业局公所及水保局等单位现场会刊商讨改善排水的办法 青山区从河里黄溪头11号附近的民宅每逢大雨就会淹水 而大水也常常流进民宅中居民苦不堪言 为此居民也向里长与市医员廖正良来澄清 希望能够进行改善 而今天市医员也邀请市府农业局公所以及水保局等单位现场会刊 又来商讨改善排水的办法 每次下大雨的话都会房子里面都是淹大水 所以说希望我们有关单位我们市府也好我们公所也好 看哪一个单位能够赶快来解决我们民生的生命安全 这个顾虑所以说把我们的安全都做好 我跟你说你如果做红胎跟我们强降雨这样吗 你这边较走那边较走 一遍落下这个面具这么大 包括山那些水都落在这下来 整个都落在这下来 落在这就下不了了 附近居民表示从向上台风过后 住家后方的山坡每逢大雨排水不及 大水就会汇流进渣源 而临近的家户也因此都会被水淹希望相关单位可以协助设置节水沟及挡土墙 让大雨排水不再流进家园 看是不是能够在我们民宅的后方做一排节水沟 把我们的这个水流如果说大起来漫流的时候能够撞起来 然后引导在旁边的溪流里面 那我们希望那市府能够尽快来完成 那避免这个我们 这边的珠每逢大雨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心定胆挑这样子 实际来到民宅后方的山坡地上 查看水势以及评估能够改善的方式 会看过后市医员廖正良服务处表示 未来将会要求相关单位 再次办理会看 并且设计排水设施 要将家园后方的山坡排水 汇流至一旁的溪流当中 借此要还给地方居民安心的居住环境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